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铺开广布这类例子 对吧 那么这为什么从实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伯老写错 左边是个实 是个很怪的 这个不大有这样的字 是不是 我会写成这个或什么 写成这个伯斗的伯这样子 告诉大家一个好象 不是好象 小时候写错写成伯斗的伯 其实这个伯就是伯斗的伯的一体字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字的古文字字形就知道 这个字后来从实了 我们这个不久 不是很多年前吧 发现这个气味上 它这个旁边画的不是很好 我把这个圆图找下来了 这是这两个字是这件气的胎片 它旁边不是实 大家发现 旁边是这个 这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 顿啊 顿啊 我们在类似的这个顿变石的类子在找啊 刚刚说过的古啊 还有一个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这个绒 现在我们都会写这个绒字啊 好像是一边是一个鸽 一边是横一撇 这也就没有理据了 对不对 肯定不知道怎么回事 容就是干戈啊 这是一边拿盾牌 一边拿戈嘛 国之大事再次与容 容什么意思 军事的范称叫容 对不对 什么是军事 军事怎么画呀 画战车怎么画累死了嘛 干戈 一个顿一个割 画上 就是一种 有连一起的 分开的 那就看这个中间 左边都不是石啊 对不对 都是这个盾牌的象形字 后来 偷懒 哎 变石了 现在就成了 这一样 那么反过头来看这个 这个字应该是从顿的出纹 旁边是附生 这个字就是 搏斗的搏 的一个一体字 对不对 搏斗的搏是从手附生 小时大的会的表意部分 从顿的也是这个表意呀 表示的就是要这个 打斗这类的意思 所以啊 把这个说完 我们看看这个 对 这个搏啊 其实啊 我们今天 只要大家这个留心一下 还是可以发现 它跟搏斗的搏的关系 我们写几个词啊 很多人学过搏异论 搏异的搏是哪个搏 是这个搏 对不对 还有 这个 搏取什么人的欢心 搏取的搏是哪个搏 不是 我说了你们都知道 你平时写哪个 你们自己想一想 是这个啊 赌搏的搏哪个搏 跟宝说 不搏不精彩 为什么这个博物馆的搏 可以表示这个意思 现在能明白吧 这个搏就是搏斗的搏 只是一个一体字而已 什么叫赌搏啊 不是说我去碰运气 而是要去我们 比试一下 是这个意思吧 以前我给大家看过 汉大的搏局他记不记得 然而下棋 下棋叫搏 那个东西叫搏 为什么 那是一种文明的搏斗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 搏在古书里的用法 这个王林古也不行啊 他把这个广大 作为他的本意 这不对 对吧 古代一种棋局 不有搏异者乎 就是搏异的来源 对吧 棋局也是隐身意啊 对不对 搏取换取是个后期意 显然这件事应该这样说 搏斗是本意 搏局是隐身意 搏取换取是晚期隐身意 广大这个搏 就是假结义 跟他没有任何自行的关系 对不对 你这个赌博啊 这个博局啊 博弈跟这个广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他现在这个层次分析 也是不对的